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大家好,我是老Z 出现暴力的亲密关系 可能是现代社会最难处理的一件事情 要怎么干净切断这样的孽缘 又不会导致可怕的后果 可能谁都无法给出完美答案 逃避、神隐当然是不得不的选择 但难保恐怖情人 不会找上你至爱的亲友 甚至牵连不相干的人 接着就跟着老Z回到案发那一天 三峡安楚宫医院 经见男女交叠尸体 口鼻沾泥,手脚捆绑 疑似遭内水身亡 两人关系仅是邻居 却一同遭无辜杀害 警方循现逮捕凶嫌 竟变成是要找妻子 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这起沈文斌逆杀双尸案 时间回到2012年12月10号 这天深夜 警方包围了新北市三峡 安主公医院的停车场 并且拉起了两层的封锁线 因为一辆绿色箱形车的车内 发现了两具男女尸体 死状惨不忍睹 透过中视新闻的独家画面 可以看到男子的遗体 被警方从绿色箱形车上抬了出来 监视小组在一旁拍照搜证 男子身上没有明显外伤 不过因为死亡多时 已经肢体僵硬 拱着脚死状凄惨 过美多久 丽敏女性死者也被抬出了车外 家属赶往现场认识 难以相信自己的家人 竟然遭到毒手 哭到已经无法自行站立 还需要旁人搀扶 赶紧回到车上休息 另一名家属原本游行冲冲前往认识 希望知己恶号只是一场恶作剧 当看到家人的遗体之后 眼神涣散几乎就要崩溃 警方在气湿的乡行车周围 拉起两层封锁线 并且在车上仔细裁证 家属十分不能谅解 和嫌犯没有恩怨的两个人 竟然会因为嫌犯的迁怒而惨死 如果要把人找一找 我说你要找人要找人的朋友 怎么可能找这朋友 跟这朋友没关系 对吧 你要抬人你也要抬人的朋友 怎么可以抬人这边 家属激动的悲痛情绪可以理解 但无论如何 都不该用杀人的手段解决问题 两名死者被上下交叠 摆在乡行车后座 而且还选在偏僻的停车场 角落弃失 一起家庭纠纷 却赔上两条无辜的人命 收手的财库手段 实在叫家属难以接受 而两名死者的遗体 也被连夜送回宜兰安置 两名死者分别是潘梦瑶 27岁 以及吕俊伟 30岁 都是宜兰人 两人的关系并不是很复杂 就单纯是邻居好友而已 然而前一天晚上约八九点 两人在潘梦瑶男友 开设了槟榔摊 准备收店打烊之际 竟遭人持枪掳走 嫌犯的绿色乡行车 就停在医院停车场最角落 而里头有一男一女 全身是血 到握后座 他们都烙烙的来 结果他就 他就 平常唱的 他就说他一群 跟他一群都 说两个人 那时就是贵人来 他就说两个人 要不然用照片 就是大家学请我妹这样子 潘信被害人姐姐 在脸书上po文求救 事发当晚 一男一女被人掳走 请大家帮帮忙 还po上两人的照片 并想到最后等到的 却是最不愿意 等到的结果 这名吕先生和潘信店员 以及他的哥哥 是儿时一起长大的玩伴 感情特别好 当天刚领完前 在槟榔摊门子聊天 被想到却遇上家暴男 上门找太太 无辜被押走 并且遭到杀害 不到一百公尺 还是坐在这里 案发的槟榔摊 但距离派出所 短短不到一百公尺 旅行男子也住在附近 没想到路过聊天 却无辜丧命 这是一桩家庭暴力纠纹 引发了一件杀人案 没有太大的外伤 可能这个死因的部分 还等检察官给否以后 才能回去 其实整个掳人过程 都没有惊动到周遭邻居 嫌犯还狡猾地 把监视器主机 整台搬走 而会这么快就被发现 碰巧冰箱汤老板 也就是潘梦瑶的张姓男友 用手机远端监看收摊的情况 却目睹了整个掳人过程 赶紧报警 而且还认出其中一名平头歹徒 居然就是他的媚婿沈文斌 不知道 那他就直接进来就一二 一二三个人 检方下落后初步研判是窒息死亡 而且两名死者 手部都有被捆绑过的痕迹 口鼻遭呛伤 怀疑凶险用强灌水 或是丫头的方式 淋虐两人逼迫输出 女子下落 为什么要杀人 给我讲一下 通假毒手绑架撕票 嫌犯沈文斌冷血犯下双尸命案 被捕时态度却异常冷静 拿枪带刀冲进店里 要找分居妻子 劈头就问我老婆在哪里 娘家妻臼的女友潘姓女子 和立民女性男子人 在店里回答不出来 被凶嫌强压上车 嫌犯临走前 还不忘破坏接制器会灭世者 根据了解 沈文斌和妻子结婚多年 有一个九岁儿子 但两人经常吵架 沈文斌又长期家暴 妻子受不了离家出走 沈文斌就是为了找人 才犯下杀人案 只不过这起家暴衍生的命案 却让无辜的两个人断送性命 夸张的枪击理由 让双尸案一举登上社会新闻头条 而这回他如此着急的找妻子 竟然只是因为父亲过世 掌息却没有出席葬礼 让他在家族里颜面无光 最后竟无辜虐杀 毫不相干的吕俊伟 由这场法对着镜头自拍 他就是这场命案的关键 祖贤沈文斌的张姓前妻 你设什么人在家族 整个家族 我老婆已经没了 整个家族了 低着头也面哭泣 他们是凶贤的妻子和妻旧 沈姓祖贤要找的 本来是他们两位 我老婆是完老师的 你们怎么说什么 对 跟他一段关系就没有了 我老婆没有关系 一段关系就没有了 你也这样知道不说 他没跟他联络 真的没跟他联络 我老婆很快 没有刚才有用手机 手机 什么手机在那边 警方有叫我传简讯给他说 叫他放人而已 之后我都没有 我都没跟他联络 家属质疑人被掳走之后 两人曾经跟凶贤联络 却没有劝告对方放人 但是凶贤妻子以及哥哥 否认曾经通过电话 他们跟你无冤无仇 为什么你要杀他们 你认识他们吗 社群虐杀七舊女友吉林军 她是帮凶主嫌 沈姓男子同父异母的弟弟 被警方举提道案 母亲护子心切 镜头前破口大骂 我带她过来的啊 什么人家抓了 你怎么跟我们讲的 家里的弟弟 你怎么骗我们的啦 熊兵躲回鹰哥中山路的住处 被警方埋伏破门 逮个见着 却不肯配合说出气息的地点 还呛呛说 整个官位够大的 能做主的来 直到检察官到场 才稍微配合 却假装说 要打电话给继母报平安 其实是打给弟弟 沈文夏 暗示她 赶紧把尸体处理掉 她一直觉得说 我妹妹好像有怂恿 就是 那个女生 我妹讲她公公那时候来 我妹的电影恐吓过 说她让我妹死得很难看 直到上午八点多 乡间小路上出现了 好多辆警用真房车 气氛诡异 因为根据警方掌握的通联记录 涉嫌掳人撕票 杀害两条生命的沈信凶贤 就住在这 平常看起来很客气的沈信男子 变成了杀人凶手 而且手法非常凶残 一次虐杀两人 因为被杀害的一男一女 不但被塞进了乡行车 身上还有多处伤痕 警方怀疑生前曾遭到灵虐 家属认识看得 信都碎了 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被找上的 对啊 会不会对哥哥好像很倒霉 还是对啊 他好像很倒霉 两人分居了一年多 熊冰怀疑妻舅的女友潘沐瑶 有协助妻子在躲避他 已经不知道追问过几次 单独被三两下打马虎过去 心中早就有强烈的不满 这位气急败坏直接登门掳人 更动了杀人的面团 找几次啦 找几次说他不要走去 就是撞去那些什么 结果还没有啊 要不要走就回来这儿 逃不逃去啦 暴力倾向很大 有一次打你打得比较滚 打得比较滚 要宣传歌 然后要死啦 在我妹的队里死给我妹 跟她老婆砍这样 嫌犯将两个人押上车 一路往新北市开 在罗东交流道附近 强行逼供要问出妻子下落 涉嫌将潘姓女子活活溺死 再对女性男子殴打开枪 警方隔了12小时 在鹰哥逮捕嫌犯 更在小货车里发现冰冷遗体 熊冰将两人压走后 始终逼供不出妻子下落 最后把车开到三鹰大桥前十 他跟弟弟熊夏表示 要去给他们处理一下 最后找到桃园大溪 一处产业倒入了水沟 先将李居伟推下去溺斃 接着再把潘梦瑶也丢下去 再不断的用手把头 压入水沟里淋虐 直到断气身亡 想到无辜情友无端受牵连 死者亲属情绪激动骂个不停 但当事人心情也不好受 简易灵堂里里外外 始终蒙着脸低声唾气 你说真的很对不起我 我就说没关系我赌到 想要原谅他怎么原谅 两个要判一百个死刑 女儿在天之灵我才会帮他报仇 被害家属潘爸爸想起女儿 惨遭杀害依然激动不已 认为凶贤实在太冷血 神文兵兄弟党很快就被起诉 一审法官以攜带凶器切套罪 剥夺他人行动自由以及共同杀人等罪 将神文兵判处死刑 弟弟神文兵则是无期徒刑 原因是神文兵犯后毫无悔意 说辞反复 神文兵则是配合警方到现场模拟 良心尚未泯灭 在一审时分别被判死刑 以及无期徒刑 案件送到高院16号首度开庭审理 停讯到一半哥哥神文兵突然跪下 对家属说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还有试着抢救他们 不过家属气喷表示 你们兄弟俩把尸体藏在车子里 还敢说人死了不是故意的 神文兵跪在地上数十秒钟 完全陷入沉默 至于弟弟神文下则是翻供 找了各种理由 对于先前做出的供述统统统不承认 让家属相当生气 你们要对家属说什么 你们要后悔 好 我们再遇见 我想不想不想不想你 我们真的都不想不想你 我没有关系啦 虽然看我的口音 可以说好 我都要驱二 around三天啊 但为止我这样而已 你来把我早上去放线我也带你死了 我心里为我还要註聞你 尤其旅行 快幾年了 他等他放出來後 也對完處的人不理 這個問題我已經想到很悶的 雷憲男子爸媽拿出照片 不捨兒子 孝順 乖巧 同樣貫送寶貴性命 熊恩斌兩兄弟持續上訴 一路官司打到了更四省 熊恩斌一共被判了六次死刑 完全沒有翻盤的機會 而弟弟熊恩像 則是刑期不斷減輕又加重 被害者家屬的心情有如散溫暖 你怎麼會這樣 我怎麼會這樣 一二省兩人分別遭判死刑 和無期徒刑 但最高法院認為 沒有詳細認定殺人動機 發回更審 高院更一審 維持死刑和無期徒刑裁定 再度遭撤銷發回 最高法院法官認為 全案模擬過程 警方態度使被告心聲恐懼 且行凶時間地點記載不明 殺人動機也沒有明確交代 另外針對死者傷勢 法醫未清楚說明 到底是生前還是死後造成 更四省後熊恩斌持續上訴 最高法院交開生死辯論 還請來負責精神鑑定的醫師道庭 讓簡便進行交互結問 創下法律審 首度進行精神鑑定調查的紀錄 2020年3月31日 最高院駁回上訴 認為行為人之罪責 以達必須剝奪其生命權之程度時 仍應得判處死刑 非為行為人 只要有一絲交換可能性 即不得判處死刑 熊恩斌最後仍獲判死刑 熊相則維持更四省判決 有其徒刑 十九年定驗 我剛好想不到我 沒想到就這樣 好人沒做 原來張姓前妻因為被丈夫家暴 跑到宜蘭 住到哥哥女友家的這個小房間 熊恩斌跑來這裡找人 張姓前妻不願意回家 最後公公親自出馬 不過兩個人不歡而散 公公回家沒多久就親身 熊恩斌認為爸爸是因為勸不了媳婦回家 沒面子才尋短 讓他氣炸了 他們好像話講不到兩句就開始想問 因為他們大官都告訴他們 他去的兒子 都說不清楚了 事發後熊恩斌全家搬走 不知去向 而張姓前妻也搬家 一個人在餐廳上班 撫養兒子 有時候會到良民死者家中道歉 畢竟誰也沒想到 夫妻失和 最後卻鬧出了兩條人命 熊恩斌成了近年罕見 沒有因為可教化而逃死的判例 也是到目前為止最後一名死囚 但仁宇其餘37名死刑犯 持續申請釋憲 無限延後 槍決伏法的那一天 38位都申請這個宣法審查 到底哪條法律規定不能執行死刑 真相被踢爆 曾經喊廢死的蔡總統 109年第二任期開始後 沒執行過半件死刑 原來在當年的7月份 愛將蔡新祥領導的法務部 悄悄修改了執行死刑規則 當中故意增列 只要申請大法官釋憲 終結前不得執行死刑 但比較麻政府時代 過去根本沒這項規定 換言之法務部自己改規則 不准自己執行死刑 連修法都不必 等於實質廢除死刑 即便寫文兵濫殺無辜 或判死刑 目前看起來似乎也不太可能 由司法終結他的生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歡迎有想法的小夥伴 在底下留言跟我討論 我是老子儀 我們下期見 除非和海外交往 我們下期見 有請響 我只能保持 你讓你選擇